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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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der 開頭先來一段插曲 上週更新的影片開頭中 可以看到我在小屋擺了一幅掛畫 而就在2月6號的時候 憑空消失了 連其他的壁畫也一起消失了 我都不知道玩個遊戲還可以找小偷啊 當下聯繫回報客服以後 抽到以下回覆 以上資訊提供給您 造成不變之處 也請您多包含見諒 謝謝 當下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遊戲看到 還請回想確認 一把無名火就燒起來 我在回報中有提出 原本牆上有的畫畫都不見了 也不在倉庫或其他角色身上 所以到底是要回想什麼 小孩走失了 看監視畫面 昨天還在你家附近 還請回想確認 帳戶錢短少了 經查帳戶資料 昨天還在你戶頭裡面 還請回想確認 哈囉 腦袋應該也還在線 要不要請回想確認 該怎麼回覆 能明白克服事務繁多 不見得能處理好每個細節 雖然不是什麼大事情 我也只是個無課的小人物 也不是要去 屁 貴公司什麼東西 真的不要為了結案 就曹操回報玩家 後續我有點生氣回信以後 目前才在繼續調查中 希望各位的畫畫也不要消失啊 那就進入介紹 本週韓版不可3.6更新環節 是韓版喔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找不到XX功能 偉德的成長計畫 增加一項遊戲獎勵機制 通過組一完成指定任務後 獲得道具、藥水等 後面還有裝備 像是T4戒指等 算是增添一點遊戲樂趣 裝備系統更新 新的製作T5裝備追加 跟既有的T5Alessia系列加異不大 並追加新的盾牌系列 追加拆解T4以上精裝 機率可獲得惡魔水晶 家具系統更新 新增工會家具、巧克力、阿拉伯造型家具 其中巧克力系列可增加PVP效果 小屋家具功能增加 床頭櫃可存放武器 書架可存放怪物卡 單人副本難度更新 單人副本下水道、空中花園 增加難度4 看其他玩家直播 即使裝備很好 打起來也很花時間 無科玩家還是先洗洗睡吧 聖騎士雕刻師技能更新 聖騎士女神的恩典 恢復效果增加 但具體效果等韓國玩家測試後 會再提供給各位 盾牌投資 傷害提高 中級9 有138% 提升到147 高級9 有181% 提升到195 雕刻師 雕刻劍法 飛驗擊 增加中毒效果 持續時間3秒 使得敵方攻擊 鼻動速度減少50% 中級9 觸發機率42% 高級9 觸發機率50% 神劍合一 每一點敏捷 也會同步提高魔法傘比率 閉手專家 中級9 可提高爆率3% 用來彌補之前狼 技能爆率下修的狀況 之前新墜壓的被動調整 和原本的 敏 力 改成敏 體 而技能的消耗品 由重量的0.03 調整成0.01 技能整體也會帶來太多變化 就繼續神癮吧 工會真的佔調整 主要調整 申請跟活動時間 不得不說原本的2小時 真的有點太久 我看直播組還打到一半 去打工會突襲 其他還有些零碎的更新項目 新增販售跟製作的裝飾造型 任務 收集系統 地圖怪物等級 部分介面 跟BUG修復調整 情人節 跟回歸活動 本次更新並沒有如上次更新帶來的驚奇 如同台版光是這次過年活動 可能就已經耗盡了紅光之力 我已經用了紅光之力了 想來暫時也不會有什麼新活動 順帶一提 目前台版有個月光特務大幕級的活動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投稿 活動直到2月21號 第一階段的獎項只能說是一般 但還是希望投稿的各位都有機會獲獎 如果沒有被黑箱作業的話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預祝各位牛轉乾坤 牛年忘返 我是MINGDE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貼紙 和 znajdu 得到 靠音 另外 Now 今 Netflix Half 分